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些人员 德军也不忘来粉饰利用一下 可真实情况怎么样呢 同为跟随朋友的榜样 阅读并让其他人也阅读 对于苏联飞行员的鼓动 快飞到我们这边来 你的飞行员降落在德国领土上 不应该害怕折磨并自杀 而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 苏军被俘后 就成了德军急需的物资生产机器 没日没夜的高强度劳作 长期的营养不良 欲足的百般虐待 在被榨干最后一次劳动力之后 大批量的战俘痛苦的死去 苏联在1991年 魏国战争爆发50周年的时候 有一个详细的档案统计 苏军一共被俘262万人 最后回来的只不过是83万 死在德国战俘营里面 一共178万 可见苏军战俘在纳粹德军手里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突围 你被包围 但是你还有出路 来到德国方面 为了母亲拯救你 花言巧语 来到我们这边 不需要通行证 欢迎所有人 当然苏军的报复也很激烈 在战争期间被苏军俘虏的300万德国战俘中 有至少三分之一没能活着回国 两相比较 一场战争下来 牺牲最大的还是双方老百姓啊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